2020年财政预算提升之后 拉大拨款再度成为财长林冠英 和马华总会长 纳杜斯里·魏嘉祥 隔空交火的课题 财政部企业传讯单位 西西又说 昨天媒体没有完整地报道 林冠英所要表达的讯息 财长除了开出恢复拨款条件 也澄清西盟政府和行动党 无意控制拉大 也无意替代马华 而这份文告发出不久之后 魏嘉祥也发文反击林冠英 只要马华肯和拉大切割 每年3000万令吉拨款 就立刻恢复 因为昨天一些媒体 只专注报道这一项条件 财政部企业传讯单位 形容报道不完整 该单位补充 其实林冠英在昨天也强调 政府无意接管拉大 而西蒙和行动党议员 也无意取代马华 林冠英也认为 拉大在没有受到政治 或政府干预的情况下 会更专业 而且根据学术标准 独立营运 因此该单位促请媒体 无论抱持任何政治立场 都应该专业的还原报道事实 针对拉大拨款再次被砍 魏嘉祥今天透过脸书发文 炮轰林冠英 他财政是否拥有如此大的权力 就连财案也得按照 林冠英的异想天开思维来决定 而非整体内阁的首砍 他也质问林冠英是否故意 在今年和明年的财案 限制拉大拨款 以便他能开设条件 恢复拨款呢 魏嘉祥也形容 林冠英为一位皇帝 把个人对马华的仇恨 放入财案 限制拉大拨款 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 魏嘉祥强调 自拉大成立至今 管理结构保持不变 而马华也没有背叛 或有过任何不当行为 拉大拨款方面 马华也没有动用一分一毫 此外 马中商务理事会首席执行官 邱光耀也说 如果拉大董事局 能摆脱马华控制 在筹措资金方面 应该会更加容易 如果是拉曼的这个董事局 或者理事会 他们本身是超越了 马华的领袖的控制 他应该是回复到 民办的大学 或者是国立的大学 那么应该筹集社会资源 当然是更容易 而且是义不容辞 而且林冠英已经公开说了 只要是马华能够彻底放手拉曼 那么他每一年的财政预算 至少都会到六千万 所以这个是一个好事 我看不到为什么 马华今天的这个领导层 还是那么死死地抓住拉曼的放 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学生的利益 为了家长不必承担这么高的学费 那何乐不为呢 邱光耀认为 政党控制的学校就是党校 如果马华要撇开这个负面形象 就应该立即放手拉大 NTP7综合报道